前几天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五季正式杀青了 这也意味着这一季的《爸爸去哪儿》已接近尾声了 这一季的《爸爸去哪儿》可以说是深受网友的喜爱 其中陈小春和Jasper的加入 给节目带来不少看点 在第一季中 Jasper遇到陈小春发火 没有向其他小朋友沉默哭鼻子 而是十分冷静 理智的问生气的爸爸 你怎么了 Jasper凭借可爱机智懂事的表现 圈粉无数 走红后 风口一度盖过娱乐圈的老司机英彩儿 今日英彩儿在微博中为某平台打广告 都是曾Jasper热度 原文 Jasper的闲置玩具终于有了好归宿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反应 现在彩儿介绍自己都要加一句 我是Jasper的妈妈了 写清楚哪个是Jasper玩过的 会增值 还有网友直接想要一个Jasper Jasper的玩具肯定不能少巴斯光年